治理中部发生一列火车和巴士相撞意外 造成至少6人死亡 铁路公司透过社媒平台声明 事故发生时 火车轨道的闸门并没有故障 但一辆小型巴士却驶过闸门 一面撞向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 巴士撞向火车后遭脱液 猛烈的冲击力导致巴士一半的车身形同废铁 碎片散落在轨道上 当地媒体报道 案发时巴士上有14名乘客 5人当场死亡 第6名死者是在送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巴士司机则逃过死结 巴士司机则逃过死亡